2023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梦莉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联 就是预防肾移治疗这个关联 我在龙总那边工作 所以常常都有很多的病人或是家属 下来买面包 那我每次看到他们都很疲惫的时候 我都会多少关心他们一下 那这位先生呢 他买完面包结完胀之后呢 就是主动跟我分享说 真的呢 在医院要花很多钱呢 我说大概是花多少 他说七年开刀的时候啊 就是胃癌开刀的时候 就花了将近二十几万 然后呢 最近他老婆又来住院了 因为发现说胃癌 这个部分已经扩散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现在啊就是已经扩散到前身了 就是会很痛 然后哪只痛真 也都是要智慧的 他说这一趟下来也花了将近三十万 他跟我讲的用意就是说 一个劳工朋友 家里如果有人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钱要从哪里来 那我跟家的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保险 他说 当然没有啊 一个劳工朋友赚的薪水有限啊 所以那时候都会觉得说 这种癌症不会找上我们 所以每次人家在分享保险的时候都会季节 然后今天他下来的时候啊 就是很伤心然后很难过 然后想说也是要陪老婆最后一里路 然后我觉得说现在啊癌症无时无刻都会找上我们 尤其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啊 还有就是说我们都不会很在意 人家提醒的一些该注意的重点 然后等到痛到的时候啊 才会说奇怪 这种病症怎么会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说营养免疫学强调的就是一防重一治疗 我们灵验现在花比较少的钱来保养我们自己 也不要花太多的钱去养医生 对不对 所以说梦莉提醒大家 也不是说他们不好 而是说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不要到时候花了这么多的钱 那生命也是没有办法还回啊 对不对 然后今天梦莉以众心肠的 鼓励大家一定要透过平常的一个营养 来照顾自己的健康 好不好 一起健康快乐 2023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一定要健康平安 家里的人才会放心 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啊 谢谢